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联手主持《关公电堂》 节目内容不代表主持客户意见 所有主持处理的客户个案 将不会在节目内讨论 在香港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一 我们看到局长很努力 跟进特首的施政报告 去传媒继续推广、介绍 但好像市民的反应是一般的 我自己看到 起码有三个就这份施政报告的评分 我觉得值得说一下 第一个是香港01做的 香港01是网上做的 他们就由读者1至10分去评 结果出来平均是3.4分 3.4分在1至10分 不及格了 这个比起另一个也是网上高做的 其实出来还好一些 雅虎也是有做的 有的也是做的 10分 10分里面 平均是2.72分 嗯 还低一些 嗯 其实我觉得可能反映到香港01的读者 年轻一点 相对来说 对政府还是宽容一点的 但是 都是不合格的分数 3.4分 另一个我觉得是科学化一点的 真真正正正是 不是网上高做的 是一个民意调查 由香港民意研究所 做出来 100分里面 44.4分 都是不合格的 去年这个民意研究所也有做的 这个就是钟庭耀教授的那个 今年还跌了一点 是的 跌了6.7分 即是去年刚合格 今年不合格 这个我估计也 不知道你Peter怎么看 我自己比 我都比 不合格的 我都应该比不合格的分 是吧 等下我再解释 为何这么看 分数偏低 我估计是否因为 有些是极端的 譬如有些人给到零分 那些应该在统计来说 是否应该勾了它出去 是吧 有些就会这样做的 最极端的那些 给零分和给十分 是的 但是今次 譬如说 刚才说01是1至10分 最低分是1分 就占了44% 即是很多的 就是Peter来说这类人 是不少的 那跟着香港文艺研究所的 给零分的有30% 在阿虎那个 就是给到最低分的 就是27.8% 那大致上来说 有差不多三成 甚至四成的人 是给零分的 是的 那我自己就觉得 就是这些 就是这份施政报告 怎样差 点了那些亮点的 哈哈哈哈 就是三个几钟头里面 是 总有些事情 就是 怎么说呢 没有功都有劳 就是我觉得是给零分 就好像是真是极端了 但是呢 又要看过 如果在一些民意调查里面 其实可能 不只是问施政报告 嗯 嗯 接下来 几个月之后 问财政预算案 我想同一个现象又出现 是是 甚至问其他问题 就是政府其他的资深 就是说 我不知道 就是接下来 区域会计业 大的政策 叫人给零分 似乎都是倾向这样做 是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 挺大的警号 就是说在香港社会里面 有你可以说 喂 正说你讲零一 和有那些网上的 网上级 就会是极端一些的 就算是 就算是 我将这个数据再除一半 其实都不少的 是 就是 这些是给零分 零分是相当之 我不知道他叫做失望 生怒老 还是什么 才会有这样的表现 是 那要看的 是 可能你再问他也回答不了你 就说没关系 在电视新闻看到一些年轻的夫妇 接受电视访问时就说 两万元 那叫我生儿子 怎样可能 不是 我觉得 接着是 职务司司长 他有些改了口 我不知道是否改了口 他那个说法就是一封 例子而已 只有一个奖励而已 我们都知道不是这样就可以了 我觉得就好一点 好一点 但是事前有很多政府或外国阵营的议员 或者相关的团体 就着这个话题 说得太多了 大家有期望 那叫鼓励生育政策 我觉得这样说就真是做不到的 但是你说 是的 谢谢你 帮香港出了力了 帮香港出了力了 我给你两万元 就是作为一封例子 我觉得这样说是可以的 但是Pinion我分分钟想说 就是给零分 给零分那些 你问他什么呢 我觉得他可能的答案是一样的 零分 可能就是不满意特首 不满意这批官员 不满意这个特区政府 不满意现在的暂况 那这些人如果是有 27% 30% 甚至是去到44% 这样的 就是你不问我就好好的 你问我心里面 就借个机会这样说 其实这个是要留意的 就是良性去看这个这样的比分 就应该是 自理有危机 对不对 我觉得是一个 就是红旗仔来的 是的 是红旗仔来的 是的 你还猛地做些事 就是好像 怎么说呢 太空人升空之后说 自我感觉良好 感觉良好 感觉良好 那就是要 要 要真是 怎么说呢 打升精神 是 打升精神 那这次 譬如我们 除了说这个比分之后 就说回整个铺牌 嗯 我听一些 编辑说 虽然说 都经常跟我们聊聊天 的说法就是 这份资政报告呢 在他们见到这么多 资政报告里面 有一个特点 特点是什么 除了最长之外 应该是第二个特点 就是留得最多的 一份资政报告 什么意思呢 以前的资政报告呢 高度机密的嘛 是是 高度机密的嘛 就是想留一群特首 美光灯底下 他是主角嘛 他有什么亮点 有个口亲自说出来 是 你之前说了 就说抢了 就像你所说 就是毕丽华 那么多议员 很多议员 资政报告都没说 他们已经出来 基本上就跟那些记者说 我知道了 写了进去 吹了风了 写了进去 已经成功争取了 这里我觉得有两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就是 似乎 不知道是否跟区议会选举 未来的 议员开的单 政党开的单 基本上都接的了 你说要鼓励生育就生育 你又收外国的学生 买国的学生 没什么所谓 那些我觉得又不是一些 很大争议性的 一些施政的新的策略 不是这样 似乎 但居政府这次就特首了 就很手松的 你说什么都基本上接受 他在记者会里也说 有些议员那些 好的就是听 这个是一个 究竟是不是因为这样 而因为什么都要写 每个人都说 你开个声音 我都希望 喂 必须 我听了你说 就写了下去了 以后 识了啦 第二个 令到分析的报告那么长 可能是 第二个 反映了出来 可能议员都觉得 有我理你 以前很紧张的 这些事 是 施政报告未出之前 是禁忌的 就是我说告诉你 是的 我会接受你的意见 你想定 我怎样 读完之后 你这个政党 出来 或者谁出来说的时候 你就在那里说 争取成功 就说 我做得好 但是这次不是的 这次你都没说 就已经是 那些事都出来了 所以 多多少少 我觉得是 大家都觉得 我们说真的 已经有了期望 已经有了期望 尤其是一个 必了 我觉得这一刻 都挺糟糕的 令到 那个分数 是 不高了 是因为 很多东西漏了出来 而漏出来最重要的 那样 是之前 改了口的 就是那些辣椒 楼市辣椒 是的 开始是 直到 财政司司长 我们说 改口之前 在施政报告 几个礼拜之前 开始改口 改口风 之前是说 不改的 看不到需要改的 接着就可以考虑 看看形势如何 大家都知道 他会改 反而 要求改的 其实是 想着 为你一次过 切掉 但是不是 这次基本上 中间浪漫 中间浪漫 真的不湯不水了 我不知怎样 有这个说法就是 要不要这样啊 又要我们 又要我们 争取多次 是不是要等到 出来 疫苗财政业算案的时候呢 再给下半部 我呢 不知啊 可能都要都不定的 那看看吧 刚刚这个礼拜的成交 好像多了丁 不是很生效 但是变成交 就是我想说 就是你那些 大家 我觉得 就是今次成分资政报告 最是 最juicy 就是达到最有味的 就是那两万元 但是真真正正成分 资政报告 那个重点呢 大家都觉得 是简纳 蓝招的 因为影响到 整个经济 是 甚至那些业界说 喂 就是我们 你还不在现在做呢 你再做呢 就过了那个rubrican 就是过了那个 回归点 没得回到的了 回不了了 是 所以是 大家觉得 车都不是 有什么东西 是真的有力的 所以我想 加上了 大家也知道车都听着了 所以令到整个 整个气氛 觉得这份资政报告 好像没有了解 嗯 我觉得呢 其实资政报告之前呢 是有些东西放出来 其实是好事来的 我绝对赞成的 嗯 因为你资政报告 这么多东西 不要说今次 接近三个半钟头 就算短点那些 一个多钟头 正常那些 都很多东西的 嗯 还有些附件 那些政策的算命 现在还有些KPI 那样 那你 就算那些 局长 司长出来 继续说 其实 大家都来 收不到的了 就是这么多东西 资政报告之后 所以你在之前 有一些 都叫做好的 受欢迎的措施 我觉得不妨在那里 就留了 就留了 那些所谓的 看回 网上政府的版本 距离出来的重点 也有九点 但是你看上去 好像没什么新意 真是 一直都在做 是啊 冠绝一步两制 维护国家安全 正在做 提高治理水平 当然要 巩固自身优势 发展多元经济 是的 大力抢企业 抢人才 留人才 说了很多年了 剃造移居 活力之都 鼓励生育 剃造有利育儿 这个就是 勉强叫 这么多年来 没有听过的 好了 老有所让 关内共融 也是说很久了 建设国际 专上教育 枢纽 推动青年 多元发展 说而已 好像没什么 所以Peter 这是第二个问题 他们那些 单章介绍 就是之后的宣传 是出来的 我觉得 刚才你读完那些 其实做了 都做了 当然没错 但是我想说 是之前放的那些 譬如 今次年 今次年那些 教育 牵涉到 一些 资源套 就是做一些资源套 出来 都放了下去 小到这样的东西 都放了先前步 那这些 一早 其实找个局长 静静静静静出来 说了就算了 反而还好 反而 当日常的新闻 我估计媒介 都乐意用的 有些新的东西 不是很大热 不是很大新闻 那这些 你之前那两个星期 就这样做了 好过呢 你之前那两个星期 大家是去了 切烂那里 减烂那里 为了山西 哈哈哈哈 这样出来 是去了山西那里 两个开出来都觉得 邪 这样而已 那些叫做什么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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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不着的 烧不着的 炮掌来的 那我觉得这个部署上 那是比较失败的 可能是因为之前 就已经 他们有跟那些议员交代了 就说 喂 是啊 我会听的 就是这些局长 就说了 可以了 你说的那些 可以了 我们会写下去 那别人就出去 就出去说 所以那些记者就说 哇 就是 施政报告之前两个星期 那些议员会做到什么 个个都出来跟他们说 施政报告里面有什么 就变成了这份施政报告 是他们说 就是见过的施政报告里面 是留得最多的一份施政报告 其实不是一件好事 是 反高潮 对特首来说 真的不是一件好事 好 Peter 我们不如回头 说回我们 我们从 传信的角度 传信的角度 就说这份施政报告 你觉得他这三个小时 那个表达 好吗 因为他发表这个施政报告的时候 我就刚刚来到香港 所以我是没有看到的 所以 不过 一听见三个小时 然后听见这么长 那我已经觉得 是有点赶客 真的 三个半小时 这个我都觉得是挑战人类极限 我是很专心听的 就是我在这里听的时候 和大家是相亲十五个小时 我听到真的睡了 所以我是很想听他说辣椒 说辣椒 说辣椒 我等到那里 我是听到相关的 不过我已经 迷迷迷迷迷迷迷 幸好你不是坐在这个议员席上 结果要回头再听 但这次我觉得他比较新鲜些 大家的记者拍到他读的 找过那些 类似新鱼江那些 大的快乐铁 文件铁 是的 然后他就用 其实应该叫文稿纸 不是原稿纸 有点分别的 文稿纸就真是 真是被你想着用来做演讲 所以字数少一点 真是读出来的 和你作篇文、交公货的原稿纸 是那些字数比较多 是那些小格的 我看那张纸 就似乎是 橫幅应该是15格 直下来我估计是16格 数不清楚 如果是这样 16乘15 16乘15 大约是240 个字左右的一篇 差不多了 我记得香港联台 当年 新闻报 还在用稿纸 写新闻的时候 他们一张纸 是200个字 大约是 一秒钟 四个字 广播速度慢一点 那里差不多是一分钟 是很清楚的 用稿纸写出来 没问题的 然后呢 真有趣的地方 用一把透明暗席 我真的没有见过很久 不知道同学现在上学 还没有带透明暗席 所以他一直继续去读 其实呢 其实你又不能说他那个队伍 没有想过的 是 这些这么细细的东西 你如果读三个多钟头 真的会读错行 会走出去 是 你找一把间歧 一直移动 每一把 是大约一分钟左右 我估计它是大约一分钟左右 这样的编排 其实是好的 是 不过 但是事实做出来 就很多 我觉得了 就有很多 很多东西 都可以改进 很多脱漏 但是我听你这样说 只有二百多个字一页 整个好像是 很大盒 好像上法庭 不是逐版揭 逐版揭 逐版揭 一只手揭 一只手拉 拉到那把间歧 这个 这个 如果要读到这么长 怕他走错行 看罗话 就是 就是 调转了些字来读 其实是好的 不过 就是我说了几次不过了 我看一看 究竟不过是什么 这一百更多精彩的节目 等待大家 足本重温 声音下载服务 年费一千元 请即订购支持